哈囉大家好 我是潔米露 今天要做的MV Reaction呢 是GDragon GD的最新專輯的title 這首主打歌呢叫做《舞體》 那我現在就要來開始放囉 GO 昨天呢 我忍住沒有看這個MV 我聽說很多人看的都 聽完都非常的難過 心情沉重 MV呢 呃... 只有他自己 色調很暗 很沉重的感覺 我沒有想到主打歌會是那麼悲傷的歌 在我先去歌曲 有剩下的歌 我已經在彫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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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彬天的時候 我已經在彫刻了 你看不出來 你不覺得你處女很喜歡的地方 歌詞用簡單的韓文翻譯 那真的是一首關於離別 然後一直說著如果能再見到一面就好了這樣的歌詞 那G-Dragon的最新專輯 同名專輯全智隆 已經在Anyway 8號發行了 除了intro跟奧錯之外有三首歌曲 有時候音樂就是這樣喔 雖然你聽不懂他的語言 但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緒是很強烈的 很哀傷的 我聽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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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沒想到這支MV就這樣 一直是一個GD自己獨自的畫面 滿出人意料之外的 但也讓這首歌的情緒更真實的反應在畫面上 他就是一個人可能在夜裡頭對自己說話 有些事情 我會喜歡後面的鋼琴 很美 聽完覺得好沉重喔 不知道你聽完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 還是你期待我的MV reaction會落淚 不知道為什麼聽完就會覺得心裡悶悶的 相信很多朋友聽完應該會跟我留相同的感覺 可是剛剛有說過就是大概就是說 你離別的那一天對不起我讓你哭了 希望能在夢裡跟你重逢這樣等等的事情 OK那今天有看到一則新聞是GD的最新的專輯的音源 在iTunes上面已經在37還39國都拿到冠軍 已經刷新了韓國歌手的新紀錄了 就是這樣子然後如果GD之後有新的MV的話 我一樣還會再做新的MV reaction 希望下一支呢就是可以這樣可以跳 好不好 比較開心一點 OK我是GD路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MV reaction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